每个人每年可以过一次生日 不过有些人必须四年才能过一次生日 那就是在2月29号出生的民众 四年才能够庆生一次 花莲的业者就发挥了创意要串联响应 只要寿星可以出示证件 就可以享有当日花莲吃喝玩乐型专属的优惠 根据内政部护建司统计 全台共超过1.6万人在2月29日出生 但只能在2月28日提前庆生或择日庆祝 今年2024年适逢四年一次的润月 较平常年份多一天 于是花莲店家发挥创意串联响应 要邀请2月29日的寿星 安排一趟花莲吃喝玩乐型 一起度过特别的生日 也就是小朋友寒假结束之后 其实都是旅游业的大淡季 因为这季节过完年 然后再加上开学 每个家庭可能都有很多的成本开销 以及又放了这么多的假 所以常常在旅游业都会讲说三穷四绝 就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时间点 大家都好像不太会出来玩 可是身为旅游业的我们 都觉得应该是很正向 以及要很阳光的去看待 每个出来玩的人 应该是开开心心的 因此我们就一群的业者 大家就想好说 今年很特殊 今年是六年 也就是四年一次会有2月29日 有没有可能我们邀请全台湾 在2月29日出生的朋友 可以来花莲 而我们能够帮忙一起做庆生 而这群参与的团队都包含了像 多罗满赏金能够提供免费的出海 海洋公园可以提供超级优惠 29元就可以入园 甚至于有餐厅 然后有很多的伴手礼店 像得利豆干 或者是龙虾龙哥斯特 如果你选择赏金 他还会抽出所谓的 海龙王的一个套券 那你今年想去吃饭 都可以免费吃到龙虾 那这么多优惠的办法 当然除了我们希望很正向 去面对旅游业应该要有的 开心跟喜悦 同时我们也很期待 全台湾所有在2月29号生日的人 都能够来花莲 让我们这一群朋友一起为你庆生 2月29日出生的寿星 前往指定店家出示证件 就能享有专属的指定商品生日优惠 包含免费或寿星价29元等 业者表示随着农历新年过后 旅游市场呈现淡季 期盼以独特创意 以行动展现店家团结的力量 为229生日的寿星带来美好回忆 也为旅游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让旅游弹季变得更有趣 记者长汪雁华连士报导